现在是下午4点钟 这边来了个小姐姐 她在放羊 她说她饿得很 我说那我给你煮个泡面吧 她说可以 她一点都不客气 是不是饿了 我给你煮个面 这个你们吃过没 好吃过 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就行 这是酸菜牛肉面 刚好还有一根一次性的筷子 水开了 放着根火炖的长 面下进去 可以了 来 烫得很 放哪里 你就坐那里吃 都可以 对 坐那里 想放板子上放板子上也行 坐在这上面倒过来 把这个放在这上面 就这样嘛 碰到了 对 尝尝怎么样 我一看 经常吃这个吗 吃吗 吃吃吃 你不吃啊 我现在还早 我现在才4点多 我到6点钟再吃 他不吃 他吃米饭 车友去买了一堆菜 晚上涮火锅吃 因为天气冷 就不炒菜了 你们买的太多了 提都提不动了 能干啥 晚上都多吃脸 行 我还是拿我这个午餐肉去 也没啥拿的 这个涮个火锅也挺好吃的 今天晚上的菜 下面啤酒 土豆 鸭血 火锅料 把萝卜 这是肉 豆腐 还有一些青菜 要你们看他的手艺 非常溜 看他的刀法 这个黑刀确实可以挺快的 切着我 这个刀太窄了 他就不好切 那这不就是窄了 对 他这个刀虽然很腻 真正的厨师 他以前是开饭店的 对对对 应该搬店的啊 我那里还有一点 这金融物很喜吗 我感觉 现在六点钟 看 布达拉宫那边还有亮光 这个山上也有 拿筷子拿着一刀碗吃饭 饭做好了 今天还是很多人 来吧 来吧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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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大家都在拍什么 饭吃到一半了 金城公主 一个就是 漂亮吗 特别特别红啊 金城公主 一个金城一个文城 两个工具 加把加把 加把 好 有大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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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球链中了 都是来自五湖赛的朋友 在一起吃饭 大家都是堪堪而谈啊 聊聊自己的经历 路上发生的事 等等啊 我也是长了很多的知识 每天我都会 仔仔细细看视频留言的 最多的就是来这里好几天了 但是还没有拍大招四啊 不达拉公之类的 其实我想说一下 你像这一路过来啊 包括县城啊 或者说小众的地方 我都有拍啊 虽然说路上路过县城会休息两天 但是这根弦吧 一直绷着啊 我都是非常认真的 来到拉萨了 就感觉来到旅途的终点了 来了这个停车场 大概有四天了 就想把这个脑子里的一个弦啊 好好给放松放松 给大家说一下我的计划 我的停车场啊 估计再停两天 我要在布达拉公附近 找一个能停车的地方 看能不能找到吧 如果说真是找不到免费的话 那只能收费了 收费一天估计几十块钱 为什么我经过县城或者市区 要停最繁华的地方呢 因为我觉得那里啊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有些东西呢 是可遇不可求的 所以说在那里啊 机会就大一些 目前在这个文城公主的 十斤演出停车场 有很多人啊 就因为开车不方便 去那里啊 停车是费也贵 所以说他们坐个公交车 去看看 然后再回来 其实我也想过啊 我说坐个车吧 去那里随便拍一下 就回来了 但是说真的我想把这个视频拍好 然后最好能拍一些 平时看不见的东西 有点守株待兔的意思吧 所以说一直没有坐公交 往拉萨市或者布达拉公里边走 希望看视频的朋友呢 再给我几天时间 我在这里再休息休息 休息好呢 我就把这车啊 停到布达拉公 拉萨市 最繁华的地方了 到时候啊 我会认认真真 仔仔细细 拍一些小事情的 希望大家多多见谅吧 一年一次的燃灯节 在大昭寺 那个布达拉公下面就是大昭寺 咱们去看一看 骑了个共享的电动车 因为停车场距离布达拉公10公里 来回20公里的话 电不好充 这个桥上面都是商铺 但是都是关门的 应该生意是真的不好 桥下面是拉萨河 过了拉萨河在这里看了看 这里停车真的是难 是个停车的地方就收费 前面就到布达拉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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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人真的多 现在到布达拉公的脚下了 现在到布达拉公的脚下了 很多藏族朋友啊 围着这里转 顺势人转啊 前面那个凸显那个山叫药王山 咱们人民币50块钱后面的图案 就是在那上面照的 站在那个药王山上面 看在布达拉公斜着的 到这里就过不去了 看这条线的前面都是关门的 前面就是大昭寺 这里边有好几个口都进不去 刚刚又问了一下 他说走那个江苏路 再怎么拐拐拐的 这又坐上车了啊 走的话走不动 太远了 今天忘记拿口罩了 买个口罩 2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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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炎得很 这里防暴服 这里好像是个进口 现在进不去 不知道等等能不能进去 全都是不行 商家全部关门 这走了一圈就出来了 也没有经过大昭寺 但是看到大昭寺的大门了 这里边全是警察 估计有上万名 里边也不能拍照 在这里坐了一个多小时 天慢慢黑了 这一条街道四排警察 上万名 街道上的灯都亮起来了 我现在已经回来了 我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是燃灯节 燃灯节就是 纪念他们佛教一个大人物 可以说是 改革创新 就是很厉害的一个人物 他叫宗喀巴 大家感兴趣的 可以看一看啊 这个燃灯节 只要是藏区 都是过的啊 比如说西藏 四川的阿爸甘孜 还有青海那一带 但是每个地区过的日期 是不一样的 你像在以前的时候 也没有车 也没有飞机 你像什么 传个姓啊 都是骑个马什么的 这位宗喀巴 当时是在西藏的拉萨 他元街的时候呢 手下的人呢 就去报丧嘛 比如说四川啊 青海啊 但是你想想 骑马的话要好几天 所以说四川 甘孜啊 阿爸州那一片 比拉萨要晚五天 说实话 在里边啊 是没有办法拍的 一个人连一个 大概两米宽的街道吧 分成四排啊 都是穿的一模一样的 衣服 包括这些战士们 我就说的不那么明确了 因为这东西很敏感 各个路口都是一车一车的 就是守护啊 我在里边啊企图拍一下 但是直接就给我拿走了 把东西删了 然后再把手机还给我 大昭寺只看到一个大门 包括咱们藏族朋友啊 都是看到一个大门 跟我看到是一样的 如果说燃灯节 你想进大昭寺看的话 你需要有一定的身份啊 你像咱们是不行的 燃灯节是今天过 这一个星期前啊 藏区啊 就整个藏区 包括青海四川 可以说都在准备这个 苏油灯 像我回来的时候啊 这个街道上 飘着一股那个苏油的味道 就是燃烧的味道啊 我就说到这里了 虽然说没有进去看到啊 但是那个气氛 确实是已经感受到了 真的 你看这个店铺啊 什么都关门了 确实是非常非常隆重 而且是 怎么说啊 就是非常非常谨慎 喜欢的记得关注我 穷油的四水年华